雪希接受發療和腫瘤切除手術後 醫生發現他的癌細胞已經擴散 建議他將整個盆骨切除 安裝人造金屬膠 防止癌細胞擴散到其他器官 雪希要再次承受肉體上的痛苦 和心靈上的疲累 手術歷時十幾個小時 盆骨位置被釘上72口釘 安裝上原本不屬於身體的金屬膠 雪希留院治療八個多月 終於度過危險期 這個相對上是比較大的手術 因為在盆骨位置比較高一些 難度亦高一些 化療令雪希承受極大的痛楚 亦有很多副作用 例如是嘔吐、脫頭髮等等 因為他是一個很忍耐力很強的人 平時很怕痛的人 他都可以忍到很大 但當他可以忍到這麼大 我聽醫院的伯母跟我說 因為在屯門醫院的時候 還未正式轉來威爾斯醫院做法 伯母說我離開之後 他晚上睡不到 趴在床上來哭 只會哭 我會感受到原來他真的很痛很痛 還有一個在我們面前 他沒有說出來 我會感受到他是一個很堅強 他會做很堅強的一面 給家人看、給父母看 第一次哭 就是因為脫頭髮而哭 那時真的 脫頭髮會很傷心 我之前頭髮很長很長 那一次都脫了 嘩 哭 最辛苦是第二次做手術 睡了整個星期的床 沒有落在地上 看著天花板 每天做 第二次做手術就是在 切了盆骨位那次 有發燒、有輸血 很辛苦 沒有頭髮 對一向注重外表的雪希來說 打擊真的不小 不過在康復期 他無據脫髮和行動不變 依然拿起拐掌 戴上假髮 一有機會 就和朋友逛街看戲 可能因為這種落天之名的性格 令他可以這麼堅強地 用歡笑和按摩搏鬥 好了 今天就請到黃毓輝 在我旁邊就是我數學老師 教了三年的數學老師 王Sir 不知道 黃毓輝老師 哎呀 救命 不要這樣 好了 今天坐在身邊就是教了我 三年的數學老師 王Sir 好了 我想問問你 你對我的印象是怎樣的 雪希嗎 唯一的印象是喜歡計數 我喜歡一些喜歡計數的人 所以 他在我面前很努力計數 不過他人不是太聰明 所以經常很多事情問 不過呢 我又很喜歡 喜歡問問那些人 所以 對他都印象都很深刻 其實對於我第一次聽到這個病情 你是用什麼心態 其實作為一個教徒 我知道呢 生老病死 每個人都必經的階段 我會盡量 對你 對一個平常人一樣 不會讓你感覺到 OK 我特別照顧你 我特別關心你 因為我要知道 我知道 每一個學生 在我們講的都是平等的 但是因為可能你的需要多些 所以我就會做多些在你身上 我亦都想你明白 我不會因為你病 你又不舒服 所以特別對你寬鬆 或者功課可以不用交住 或者這個上課 可以不留心 可以下降睡覺 不行 對不起 我對你的要求跟其他人一樣 相反某程度上 因為你喜歡計數 所以可能對你的要求 會再高一些 我不會在你床上睡覺 我有交齊功夫 你不敢 我很記得記憶猶新 她就 那天是哭著入人事藝室 問我好不好考試 那你就 好像要求我 給你考試 我覺得她很傻妹 因為一個人的身體健康重要 還是考試重要 我覺得自己是媽媽的角度 我記得她說一句 如果你是我的女兒 我一定不會讓你考 對 所以最後決定沒有考 我知道 之後 就進了醫院 然後就回學 第一次叫我回學 我應該是戴著假髮 或者是一支拐掌 然後就回去試藝室 然後就叫我不要急 追趕功課 慢慢來 是啊 薛希很乖 她經常趕著要交功課 我就說其實她的進度是趕得到的 還有她的進度甚至比其他同學還要快 所以她可以慢慢去做 有一次突然間 你班長跟我說 說你要開刀 你要成的話 我當時的心是很緊的 我想如果你是我的女兒的話 我怎樣去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當時我是校長 我也覺得很難受 我想當時你父母 聽到消息的話 是更加難受的 所以我當時第一件事 跟我們的班長不說 就說 我有些甚麼可以幫得到 阿何同學的 那進醫院的時候 我經常跟我的老師說 叫任教那班同學去探望你 我一個老師去探望你 探望你 探望你其實 一件事情是怎樣 就是令你覺得 是你身邊 除了你家人之外 原來你的同學 你的老師等等 都支持你的 那我有一段時間 我是來不了的 是呀 但我記得我來不了 我都叫我一定要拿一張卡給你 就是讓你知道 你送了一個蛋糕仔給你 是呀 送了禮物 出完之後 父母和醫生都血雪希 留在家裡休息 不過雪希不想浪費時間 堅持要馬上復課 於是她扶著拐掌 一拐一拐地上學 如期參加會考 下一集回來再看